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故乡情节深厚的中国人 无论守家在地还是远在他乡 记忆中都抹不惧一种自己看来习以为常 却实际千差万别的独特家乡味 他可能来自冰天雪地 可能来自田间地头 也可能来自邻家厨房 你知道吗 在东北吃杀猪菜被杀猪 就能来那么多人吗 它也许是情意绵绵的初恋味道 这是我最喜欢的猪肉的一种做法的味道 从小能吃肉的时候就能吃到这种 多的天啊 那得多幸福啊 也许是热闹无比的过年记忆 我们要干嘛去啊 对了 吃杀猪菜 你们喜欢吃吗 喜欢 年年杀猪都上回家来啊 来 干杯干 也许是朋友兄弟同心协力的成果 本期四季味道深入南北 探寻不同地域藏着哪些独特的家乡味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 我们来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大庆 我们要干嘛去啊 吃杀猪菜 对了 吃杀猪菜 你们喜欢吃吧 喜欢 来呀 你们过去吃一下 在黑龙江大庆 当地人告诉我 东北的杀猪菜 是这里农村每年杀年猪时 所吃的一种炖菜 早年间东北农村 用家里的剩菜剩饭 野菜 玉米面 喂猪 所以这肉质更醇厚 杀了年猪 灌上血肠 铁锅里炖上酸菜 最后再配点蒜酱 才是东北人最爱的那款终极炖菜 看来要吃到正宗的杀猪菜 就要赶在杀年猪的时候 这不 村里的孩子们 把我带到了这户王大哥家 王大哥 这桌猪有多重啊 今天这 三百斤 三百斤啊 就是每年吃辣月嘛 这会儿爱家吃 谁家杀猪了 所有邻居了 亲朋好友都来 这个到辣月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能吃到猪肉吧 每天都能吃到 对吧 全层都杀 那是挺开心的 我跟王大哥说话这会儿 年猪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和屋外的冰天雪地相比 屋里已经是宾客满堂 热闹非凡 大哥 你们这一大早就过来了是吗 就过来 七点多就过来了 天哪 就是从杀猪开始 就在里面 你知道吗 在东北啊 就吃杀猪菜 被杀猪就能来那么多人啊 适合 王大哥 您给我介绍就好呗 这些都是谁呀 这是我弟弟 这是远到他 来的我哥哥 哥哥哥哥大量寒了 东北人豪爽好客 自家宰杀的年猪 不是为了储存过冬 而是直接用来招待老乡亲朋 这也是为了庆祝一年的好收成 在这里 你能真正体会到举村同乐的热闹 也能感受到乡亲们同甘共苦的情怀 男人杀猪女人做饭 是当地约定俗成的规矩 杀猪菜产生于食物相对匮乏的过去 为了能把年猪的各个部位 都变成唇齿留香的美味 就需要个人分工明确 所以说这些大姐的绝活 就是共同完成将盐猪物尽其用的这项大工程 咱们这血肠跟其他的不一样是吗 对 这是面肠 这 桥面 桥面的 对 所以吃起来会不太一样 对 那咱们从哪开始呢 把那个葱 要说东北的血肠那可是大名鼎鼎 不过王里加桥面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这位大姐告诉我 混合葱姜和桥面之后 做出来的血肠油而不腻 口感更软糯 所以也被他们称为面肠 不过在我看来 更像是他家的秘质血肠 用手吗 抓呀 这样才能抓匀 是吗 对 而在搅拌过程中 加入老汤及自炸的豆油 也是让这秘质血肠更加美味的秘诀 我一直觉得血肠是一项特别天才的发明 他把一头猪身上的两样食材 通过简单的方法结合成一道佳肴 既解决了猪血软嫩不好拾取的问题 又让猪肠的油香浸润到猪血当中 劳动人民用智慧创造出了这道传统名菜 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突然飘出一阵清爽的酸味 原来是杀猪菜中的另一员大将 腌酸菜登场了 在东北几乎家家户户都自己腌制酸菜 从过去到现在 不论贫富 酸菜缸可是每家必不可少的物件呢 我们东北的酸菜缸 这家家都有一道东西的东西的酸菜 都割到厨房 这一缸能吃多少 这一缸能吃着一冬吗 这边的酸菜还没切完 那边的血肠就要下锅了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 煮个血肠为什么还要拿一根擀面杖呢 难道还有什么绝活 就这样下去 为什么要用擀面杖呢 它不容易爆吗 就是让因为那些铲子什么的 上面比较锋利 对对 那我们都破了 血肠下到开水锅里 这热水马上就变成了一锅高汤 而鲜香的高汤又将血肠反复烹煮 这里应外合的入味方法 想必能催化出更加鲜美的滋味吧 太明显了 这就没熟 没熟 放气 你不用扎的 你能听到这个声音 扎的太贼就很了 那现在找个轻点 让人家头的那气大 从头上扎着 血肠煮熟后 外面的肠衣薄得透明 而且有弹性 怎么切才能让肠衣不收缩 血肠形状又好看呢 它有切法很多 我们要是随便没啥事吃 就随便怎么方便 就去清过去成 对对对 怎么切的 但是又为了讲到 有讲到 它有顺势和逆势的方向 怎么怎么不一样吧 这个是这么切的 属于顺时的 对这就是正常切法 对切法 但是它容易裹出去 就这么切 你看看出来了 对 就这要挤出来了 这就不好看了 对 就平时在家吃没关系 没关系 对对 所以来人去前 为了要个讲汤 漂亮点 漂亮点 好看点 要不然又有食欲感点 对 要不然又有食欲感点 对 就从这边切 对 一刀下去 它面平面 面是平面的 为什么从这边过去 它就不一样呢 我看你这个手在这儿是 你是滴了这个 这个肠 这个皮 抬上去有点劲 是吗 对对对 然后一刀下去 切血肠还分随意派和讲究派 东北人对血肠的研究态度 和喜爱程度可见一斑 和猪肉相比 其实猪血更具营养价值 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铁 铜 铛 等微量元素 而且还是一种脂肪含量极低的食材 跟着能干的娘子君们忙活了一天 一头三百斤的年猪 已经在他们的桥手下 化作一道道可口的佳肴 五花肉 猪肝 血肠 烹饪方法大多简单 但这朴实的肉香 却能勾引出味蕾的本能 伴随着刚一揭开锅盖时的水汽弥漫 一阵酸菜白肉的香气袭来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亲友陆续落作 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欣喜 至此我也明白 最原汁原味的东北农家杀猪菜 其实并不是一道菜 而是在喜庆的日子里杀年猪 做家宴的一种风俗 淳朴的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 将一头猪物尽其用 变成一桌供亲朋好友享用的美餐 吃的是五股丰登的心情 品的是肝胆相照的感情 人家杀猪都上了家来 来 干杯吧 看好我们这些东北的大家庭怎么样 觉得真的 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是吧 特别特别热闹 特别热闹 来 大家干杯 干杯 尝过了丰盛的杀猪菜 白身黑水之间藏着的家乡味 算是领略了一样 但东北人记忆中独特的家乡味 还有很多 味道炸茶团奔向食人沟 继续探寻 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叫做食人沟 其实每年春节之前 大庆地区最大的一场东补活动 就会在这里进行了 现在冰面上的温度 应该是在零下的35度左右 特别特别的冷 所以这个风吹在脸上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刀削面 但是这个温度 并不会影响东北人民 对于在冬季里面 寻仙的这种热情 看看我们今天运气好不好 能够逮到什么吧 我们食人沟开完了 雖然东北早已经进入严冬 但在鱼把头李大哥 和他的捕鱼队眼里 这才是真正收获的季节 每到冬季 他们的任务就是辗转北方内陆 各个渔场捕鱼 东捕也称渔猎 不光历史悠久 可上诉至辽金 更因其传统的渔业捕捞技法 成为当今的一道奇景 这是他们非常传统的一个祭祀仪式 在每年的这个东补之前 都要这么拜一下 看我们今天运气怎么样吧 咱们今天要在哪儿 啥眼儿啊 我们像我们那样这边 这边是吧 这是咱们点香的这个地方 这在旁边了 你们是怎么来判断的呀 这个 我们凭着多年的积累的经验 我来看哪个能有鱼 夏天也在这里捕鱼 平常就知道 这鱼的规径 就知道它在那口 大概在哪个区域 比较多一点是吗 对 能过鱼 打冰眼 东北化叫化窝子 说白了就是鱼把头 要找一个起始点来下网 而这个起点 也决定了整个东部的成败 这个好嫩啊 好打 好打呀 我可以试试 大哥 让我试两下 让它试两下 这往下淘就行是吧 拿住了给鱼 天哪 就是你一不小心 你往前的时候 它就已经下去了 其实就是围着一圈 贴着边给它凿干是吧 对对对 其实里边它已经能够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对 接下来我们要把巨大的鱼网 在冰下均匀且规律地张开 慢慢地对鱼群形成包围 这就需要以第一个冰眼为起点 分别把网向两个方向延伸 为了精准地控制鱼网的走向和范围 它们需要像个裁缝一样 在这不面上穿针引线 给鱼群织出一张天罗地网 下网的这个眼儿已经把打好了 这个孔是吧 咱们就从这儿下了 从这儿还插了一根旗子 对我们就插了 这是下网的是吧 对 你能看到其实这个温度 是比外面要高很多的 所以它是有热气性的 是吧 先把这个杆子走向 先走过去 先把线 先走向 这根数米长的棍子就是针 这白色的尼龙绳就是线 它也连接着整个鱼网 每向前缝一针 就要再打出一个小冰眼 把这根针穿过冰眼 用来确认方向 然后同样的方法继续前进 最后在数百米之外 收网口汇合 整个过程要持续数个小时 这个就是咱们的出鱼口了是吧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经过了大概有五个小时的等待吧 对对对 现在基本上 马上就可以开始出鱼了是吧 这个网已经准备好了 待会儿呢 这个拖拉机会拽着往上 因为下面会很沉嘛 对吧 所以人肯定是拉不动的 打鱼的人有句行话 叫石网九空 遇到空网那是尝试 而石人沟湖面太大 鱼群一年一个位置 李大哥确信的是 这次选的点捕到鱼不成问题 但这一网到底有多少 他心里还是有点拿不准 如果少了 那算丢了手艺 多了又会拖延时间 无法完工 还会影响明年鱼群整体数量 现在所有人都在等待 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虽然从收网到出鱼 只有一个多小时 但好像比一整个上午的时间 都要长 当然鱼出来的那一刻 人群一定会沸腾 这一幕李大哥曾学徒的时候就开始经历 刚刚刚有鱼上来时 人们还在疑惑为何鱼不多 可此时李大哥二十年的经验告诉他 真正的大家伙 马上就要来了 鱼是大自然在冬季赐予北方人最好的礼物 鱼肉中优质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为本处在食物贫乏季节的人们 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营养补充 而冬天也是鱼一年当中最肥美的时候 哇 真的很多 这是胖头吗 对 这是胖头 草蛋 花莲 这是草鱼 草鱼 什么鱼都有 品种多 个头也特别特别大 你看到没有这一条长桥到都是 一开始的时候我都已经有点绝望了 到没有那么多 直到看到这一网的时候 终于看到那么激动 还有最后一网的是吗 好好好 随着上来的鱼越来越多 李大哥的心里也算有了底 这一天总算是没白忙 李大哥说 收完鱼一定要来一顿大餐 喝点小酒 犒劳弟兄们 加油 加油 哇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亲历到东谷的现场 以前更多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 觉得一网一网的鱼特别顺利就捞上来了 但实际上真正亲历过之后 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我们从早上五点钟过来 然后到现在已经天快黑了 这才陆陆续续的要收尾 从一开始可能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鱼收网了之后 然后慢慢的还会出现各种状况 然后鱼也会把这个口给堵住 最后再慢慢慢慢把它捞起来 这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完成的工作 而且需要那么多的人 那么辛苦地在这工作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东谷 但是出来的成果真的是让人很震惊 大哥 咱们今天一共大概补了多少斤鱼啊 我们今天早上五点钟出来到天上 这几天能补有个八九万斤 八九万斤啊 你看八九万斤的鱼啊 今天一天的收获 对啊 今天一天的收获 那那个咱们今天也拿两条鱼回家炖了呗 可以 可以啊 那咱挑两条好不好 好 给我抱一下 大哥拽哪 拽这二条 这是什么鱼啊 大鲤鱼啊 咱们今年就鲤鱼月龙门 再挑一个胖头呗 那一条大 好 行了那咱俩拿回去吧 我们来到了吃晚饭的地方 这里其实是捕鱼队平时休息落脚的场所 聂师傅年轻的时候也是一把捕鱼好手 现在上了年纪 平时在这里负责照看鱼场 而每年这时候 他就多了一项任务 就是负责给李大哥他们做饭 咱先来哪条 先来鲤鱼吧 先来鲤鱼是吗 我看他那个嘴唇就觉得特别故意 你知道吗 能拎起来 咱们这个今天要怎么做法呢 咱就是铁锅炖 铁锅炖 现在是要给他 先把这个鱼的这个腥线去掉 腥线 什么叫腥线 就是他这里头有一条 那个白色的这个腥线 这腥线其实是鱼两侧表皮下 感知水体流动的感觉器官 而外界环境的气味因子 会通过表皮上的小孔附着在里面 所以为了保证口感 必须要去除 在头身连接处下刀 从侧切面上就可以看到白色的腥线 轻柔鱼身让肌肉组织松散 然后用手均匀用力地向外拉 取出腥线 跟一个棉线似的 你看到没 还真有这么个神奇的腥线 确实它之后就不害这土腥味了 铁锅炖鱼 核心就是入味 调料采用最简单的葱 姜 八角 辣椒 这些最平常的调料组成的味道 其实是东北人记忆中最下饭的味道 是东北人对于鲜的定义 只要这锅里能放下这形式来做 好了 盖上 念师傅 那像这个鱼咱们就是这样单吃吗 有没有什么配着的 一会儿等到这个鱼划上熟的时候 贴点饼子 贴饼子 一锅就出了 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 是玉米面的吗 是玉米面的 太好了 和炖鱼搭配的 必须是同一锅里出来的玉米面饼 鱼肉的鲜味和粮食的香味 在锅里相互作用再次发酵 使得东北人的餐桌上 哪怕只有这一道菜 也能让全家人吃得开心满足 好 可以 再锅 大白菜 大葱切丝 生鱼切片 配少量的盐 充分搅拌 最后再淋上刚出锅的辣椒油 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东北最具特色的凉拌生鱼片 可在我的印象里 生鱼片一定要用深海鱼 调料一定是芥末和日式酱油 但当它以下酒的凉菜出现在我眼前时 我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好像也很合理 这就要吃底下这层锅吧 这个饼够大了 我觉得这鱼就得炖成这么烂烂的花 好 走菜 吃饭了 来来来 拍摄 我来坐一会儿 你把菜我们做的纸 这个菜太硬了 我觉得 来 你要喝一点 先来一口 来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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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蘸点这个湯吃应该好吃 我是不是也挺会吃的 哇,这个味道太到位了 咱们东北炖的鱼就是非常入味 对,口味比较重 但是配上这个玉米面饼是最好的 最合适 从凌晨5点到晚上6点 13个小时 我体验了东部的全过程 所以此时此刻 我特别懂得这笑容代表什么 它是丰收的喜悦 也是对兄弟们的感谢 我用这顿饭祝他们好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接过孙迅从冰天雪地中传递过来的接力棒 我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贺州 勤劳的贺州人 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着自己的生活 在当地人的餐桌上 又会有哪些让我意想不到的独特家乡味道呢 贺州市 贺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 沿着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萧贺古道 我将展开我此次的调查 萧贺古道始建于秦朝 最早是一条自秦国国都咸阳到广州的水路相连的货运土道 连通南北的道路不仅促进了商品的贸易 更使各地的美食文化相互交流 那么萧贺古道究竟给当地的美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又会留下哪些经典的菜肴呢 我现在呢是在贺州市的黄田镇 这个地方当年非常的繁华 商贸往来很频繁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非常富庶 一般来讲像这样的地方 在美食上都会有所体现 换句话说就是用北方话讲 肯定会有那么几道横菜 即使到现在 当地人也会靠着当年流传下来的这些菜 来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在我国很多物产丰富的地域 人们都会将肉类食材送为餐桌上的硬菜 不仅因为它们富含热量和营养 更在于堆肉的烹饪 凝聚了一代代人关于味道的追求和探索 来到黄田镇 当地人给我推荐了一道文明广西的硬菜 据说这道菜能吃出初恋的感觉 还要揭晓了 看看这是什么 你刚才扣那一下那个动作 我就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了 这是黄田扣肉 黄田扣肉 咱们这个扣肉有啥特点呢 它的这个特点之一 它有个名字叫做情意绵绵肉 情意绵绵肉 对 这么浪漫的名字 对 非常好听 你这个名字勾起了我的兴趣 就直接吃了啊 尝尝 上面这是 味道怎么样 这是我最喜欢的猪肉的一种做法的味道 它确实跟其他的后肉不太一样 我现在突然间理解 你说那个情意绵绵肉是什么意思了 一开始绵绵 我觉得应该是形容口感的 就是比较绵长嘛 比较细腻 另外一层意思 是我刚才尝出来的 这个肉里边有情意绵绵的 甜蜜的那层意思 非常甜 甜我知道怎么做 应该放了糖或者冰糖或者什么东西 但是它除了甜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味道 那个味道我暂时形容不出来 怎么做的 这一碗看似平淡的黄田扣肉 居然有着细腻绵长的口感 和层次丰富的味道 不得不说 确实把我惊艳到了 这碗肉的炮制者陈正阳 别看刚到儿立之年 但却是黄田镇上 一位小有名气的厨师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制作扣肉 陈正阳告诉我 要想做出黄田扣肉 情意绵绵的口感 就必须先到地里去寻找养食材 出门没走多远 眼前就已满是绿色 乍一看还以为是成片的核糖 但陈正阳告诉我 这里实际上是一片芋头田 黄田镇以大面积的黄壤土质而得名 这种土壤富含有机物 特别适合种植芋头 而这本地的芋头 则是制作黄田扣肉 必不可少的配料 这片芋头地好大 看这个芋头的长生 这里比较好 那怎么就挖 怎么看到这芋头长得比较好 那块头你看 这里都比较大一点 啊 筋肉比较大 对 哦 哦 这声音倒是挺清脆的 这个地方是芋头是吧 这一节就是 这是第一次看到芋头是这么长的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来 看看 自己挖的芋头是什么样 啊 这也是 这一下带了两个 哎呀呀呀呀 我这个掉了 我这个掉了 我这个女 我这颗掉了 都是泥巴 都是泥巴吗 啊 啊 为什么呢 他家里这个洗好的 啊 这个是 他这一个是这里 这里分出来的 这个 啊 我看得不对 这个是芋头是吗 对 回到餐馆 还没洗干净身上的泥渍 陈正阳就马不成蹄地 开始制作扣肉 他告诉我 最地道的黄田厚肉制作工序 非常复杂 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不过 我看了看桌上的这些东西 却没有找到猪肉的影子 啊 我说 刚才那个味道是什么 我终于明白了 是豆腐乳的味道 这个两个 什么两种豆腐乳呢 一个是 它这个主要 这个主要起到调色的作用 嗯 这个呢 主要是 比较 那个香味 啊 提香 这是调色 对 你怎么入味呢 让这个肉 首先呢 我们得把那个配料呢 把它 打碎之后 再调成 脂状 等会儿等会儿 打碎 这个榨汁机 是用来 打这个调料的 对 打调料汁 哇 这个新鲜了 一起打 乌乳汁 这样打碎之后 它比较均匀一点 嗯 这个葱姜 和三花酒 三花酒 混在一起 打成一个汁 对 先打吧 和酒香 香葱三花汁 然后也放到里边了 这冰糖 酱油也要放里边吗 对 都到里面 都拉在一起 好 把这些调味料 都搅成汁 我还 这个挺新奇的做法 哇 你知道单吃这个调料汁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这汁 浇到那个米饭上 就可以就米饭吃了 是吧 是的 太好 不能说好喝 太好吃了 这个汁的味道 香甜香甜 对 听陈正阳说 黄田扣肉那种层次丰富的口味 很大程度上 就是来自这秘制的酱汁 虽然原料和方法 都被我们看到了 但要想做出最正宗的味道 那精确的配比 也只存在于制作者的脑海当中 陈正阳一家几代人 都以卖扣肉为生 祖传的手艺也让这家小店名声在外 这生意忙了 自然就要全家齐上阵 就在我们准备调料的时候 陈正阳的家人 已经开始忙活着处理浴团了 黄田扣肉 有别于一般的餐厅大菜 是一样随买随走的美味 所以很多当地人 都会买上一晚回家享用 想吃就来买一点 今天就是今天晚上想吃 所以就买一碗 不知想当年那些行走 在萧鹤古道上的马帮 会不会也随身带上 几块黄田扣肉打打牙记 陈正阳告诉我 黄田扣肉那种情意绵绵的口感 除了来自酱汁的香甜 也和处理肉的独特方法 密不可分 猪乳花肉比较肥腻 所以中国人在千百年的烹饪进化中 开发出很多去腥解腻的方法 制作黄田扣肉的重点 也在于去腥腻 不过这方法还真有点不一样 走 你要知道 单纯的这个肉香就已经很诱人了 单纯的肉的清香 对 单纯的肉的清香 而且这里边只加了麦芽糖 麦芽糖 麦芽糖可能只是起到 让这个肉的颜色稍微变化了一点 对 其实味道啊 口感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包括我现在发现一个细节就是 到现在为止 好像都没有入料这一步 没有 就前期都不入料 所以说前期的所有的工作 都是为了让它的口感 更加接近最后 我吃了那个感觉 那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在炸之前 下一步炸之前呢 把那个皮刺破 刺破 要把皮刺破 刺破 那我猜一下 肯定是为了入味呗 最后入味更方便一点 是吧 不是不是 啊 也许它这个 你爆起来更好看点 好看一点 它会像那个吹泡泡那样 你炸的时候 它会像吹泡泡那样 起泡泡 那如果不炸会怎样 不炸呢 那个泡气泡呢 它会整块炸起来 是是是是 炸这个肉皮的感觉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有点粗暴的外科手术 只是处理猪肉的第一道工序 我本来以为 接下来要用一些传统的调味品 进行腌制 没想到陈正阳 还是没有给猪肉 添加任何调料 而是直接放入煤锅炸了减 在旁边打下手的这位大叔 是陈正阳的父亲陈锦善 他也是做了一辈子的黄田扣肉 现在全部的手艺都传给了儿子 老陈心甘情愿地退居二线 他告诉我 这黄田扣肉的制作工序 虽然看起来有点奇怪 但对于最后成菜的味道来说 所有这些家传的秘方 都是必不可少的 你看啊 这天都黑了 咱们这应该一半还没到的吧 这个工序 还不到一半 还不到一半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茶叶 这茶叶是要放里边煮吗 对 然后再把肉放进去 它主要一起煮 还要放茶叶 为什么放茶叶呢 这个茶叶它可以消脂肪 去油脂 对 今天的吸血事还真挺多的 经过复杂的处理 黄田扣肉的制作 也不过才进行到了一半 跟着忙过了大半天的我 都已经快失去耐心了 但就当五花肉煮好出锅的一刹那 我才发现 这一切都有了意义 现在的这个味道啊 怎么形容呢 居然出现了一种 清香的味道 是吧 经过处理的猪肉 外皮筋毫 一刀切下去 肉质弹软筋道 肥肉部分呈现出 半透明的温润质感 瘦肉部分 洁白如玉 色泽均匀 最令人称奇的是 在切开的猪肉纹理中 看不到渗出的油花 原本肥腻的猪乳花肉 看上去竟有清爽质感 我想这一定是茶叶的功效 买一块就主要加一块玉桃 这个我是灰的 然后摆的时候 肉皮剩下 对吧 这样才能扣过来 加一块 这还差一碗 得了 现在可以浇粥了是吧 可以了 浇上酱汁的扣肉 经过两个小时的蒸汁 终于迎来了 惊艳亮相的时刻 和我吃过的大多处猪肉 菜肴不同 黄甜扣肉 色色温和 风味清新 碗中看不到饭起的猪油 绵绵的芋头甜香中 混合着丰厚的纯正肉香 光是闻一闻 就已经让人有幸福之感了 我先给奶奶加一块 好 我先给奶奶加一块 奶奶您吃这个 吃一辈子了吧 好不好吃 好吃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孩真是幸福 从小能吃肉的时候就能吃到这种 我的天啊 那得多幸福啊 这一碗情意绵绵的黄甜扣肉 凝聚了几代人对极致味道的追求和探寻 但我想最让人感到情意绵绵的 恰恰是这一家人的幸福和睦 这也许就是当年居住在肖鹤古道旁 一代代人的生活显照 他们因古道而聚集 也因古道而富足 如今古道虽已不在 但那情意绵绵的味道 依旧是代表着幸福的滋味 如果说黄甜扣肉的甜蜜 是它独特的味道 那远在贵州的利波 稻田里又藏着什么独属于利波人的家乡味呢 不论田地多少 不管有空没空 总得种上一片诺稻田才能安心 这漫山遍野的稻子 都是利波人的主食 而其中的诺稻 对于他们而言 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样强烈的依赖 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 还不太能理解 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 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的大菜 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 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这都忙活上了 先做点早饭 今儿不是说有大菜吗 等一下先吃点早饭 再出去弄一道大菜 您这是做早饭呢 是早饭的 不是吧 这么丰富 需要这么多东西 这是要做什么呀 有糯米饭 糯米油饭 糯米油饭 维国强是水扒村寨的村支书 也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 近两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 受到了周围人的关注 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 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 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揽游客 收入翻了好几倍 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 只不过通常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 而维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 瘦肉 香菇 新鲜的胡萝卜 白萝卜 这一大锅食材下锅翻炒 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 能直接拿来下饭 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 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水和油都不放 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 不会糊吗 要经常炒 要稳火 这回得是稳火了 是吧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 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 水族人愿意耗费二十分钟 不停地翻炒糯米 用稳火将米粒炒到焦脆 激发出古物特有的香气 再花三十分钟的时间 用水焖糯米和配菜 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 一顿早饭竟然逆天地做了一个小时 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糯米饭的味道 来 夹一夹 看看味道怎么样 哇 喝 喝 吃不了 太香了 这个感觉 炸闻起来特别像包仔饭的那个味道 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 又不是包仔饭 因为它里边的料实在是太丰富了 而且那个米是糯米 所以香味很特殊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 现在准备包 上次 要包起来是吗 包起来 包成一个团子 是 糞团 出去干活的就是带出去干活 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 是啊 是这个意思吧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 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 饭菜一体 营养丰富 用荷叶包着 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 所以这一个小时的烹饭时间 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 绝对划算 可能是因为先炒了的原因 然后再去蒸 所以它很筋道 再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炒的那些料 都混合在一起 而且这些料是渗透 都完全渗透到米饭里了 吃起来特别特别像 对于九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 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 而糯米制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 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今天要做的那道水族大菜 居然也要从糯稻田去寻找食材 在这附近应该就可以了吧 这不是有水了吗 有水了 是吧 是 有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我得先说一下 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 看到这个工具了吗 我好奇半天了 其实我们今天是来抓鱼来的 但是抓鱼怎么会在稻田里呢 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高中弟弟也说过 说这是一种养鱼方式吧 水稻田 然后和这个鱼放在一起养 首先第一个好奇的就是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不应该是有个饼吗 没有 这个饼是装东西的了 这是上面 就是把鱼扣上呗 扣上来 然后徒手抓 徒手从 那咱下去抓吧 稻田养鱼是贵州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 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 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 你看见了 我怎么没看见 看见了 看见了 我看了 哪有啊 这里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 看下你的手艺了 抓这条吧 快押下去 快押下去 这一条很大的 这种鲤鱼 来 这个 装好 这前面有两斤多 没事 它这个地 它跑不了多远 应该 这是鲤鱼吧 是吧 放进 看一看一看一看 这一斤多 一斤多 一斤多 很大了 很大了 赶紧赶紧 我就很好奇啊 说你说这么大的这种鲤鱼 然后在这么浅的水里 它基本上应该活不了 为什么现在我看好多地方都有这种鱼 特别明显 抓起来太方便了 我们是这种准备抓鱼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田水放啊 放一部分了 原本稻田里的水都快到了膝盖 今天刻意把水放掉 只是为了方便捕捉 这份水族大菜的食材稻田鱼 相传水族的祖先在迁徙的过程中生病 通过九种药材跟鱼结合进行食疗 治好了疾病 后来药材意外失传 水族人用韭菜代替包住鱼身做成菜品 以纪念祖先 而我们今天要做的 就是这道水族第一大菜 韭菜鲍鱼 那这鱼要怎么腌 要黄酒 盐 吃盐 还有木姜籽 这不是花椒啊 不是 就是我们河上的 我们山上的木姜籽 真的不是花椒 这比较香的 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 是的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现在也可以吃 当香料吃 当香料 尝一下 这还要用鱼子 还要行气吃痛 还可以吗 味道不错吧 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 但是咬下去那一瞬间 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比花椒还要猛 那种感觉 好吗 木姜籽是一味草药 中医认为 它能够行气止痛 健脾消失 因为它香味重 常常被放到黄球里 跟食盐搅拌后 抹到鱼身上 来达到掩盖鱼心味的作用 贵州人吃饭 常常是无辣不欢 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 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 蒜头 姜末 辣椒放到一起 用力捣碎 融合 让三种刺激的味道 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胶汁 汇成一股火辣辣的气 那下一步怎么办 开始抹在鱼身上了 把它就塞于肚子里了 是吧 是 这个辣偏辣 你看现在就已经 到完之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辣椒和蒜 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合在一起了 这三种辣 辣椒 蒜 生姜都是辣的 还有辣椒 这些都是辣的 对 可能在电视机以前你感受不到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 抢睁着眼睛 在跟你说话 哎呦我的天哪 先塞了 先塞了 蒜 姜 辣椒捣碎后 塞入鱼肚子里 成为韭菜鲍鱼的核心调料 用来煲鱼的是大叶韭菜 冷热都不怕 生命力特别旺盛 只要种上一次 年年都有得吃 特别受到水族人的欢迎 用韭菜来煲鱼 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 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 吃起来特别带劲 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 还得花上三个小时去蒸 在锅里蒸了三个小时 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 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 可以直接吃掉 可这样一道耗食费力的大菜 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 才会上桌 今天我有幸受到招待 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 其实这么一大桌菜 我对咱们水族的传统的美食 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而且发现了一个 特别显著的特点 就是糯米 比如说做那个饭团 今天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 是吧 而且它也比如说 能可以作为饮料出现 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酒 就是糯米那样的 也像现在的生活 包括吃那些这么好吃的菜 就是跟以前比 是不是就太好了 路修通了 日子好过了 外来人沿着这条路 走进水族的村站 了解水族人的生活 这里的诺道文化 也沿着这条路 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 让更多人看到了 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 一番地跨祖国南北的味道调查 展现了不同地域藏着的不同家乡味 他们从食材到做法都各具特色 相同的是带来的幸福 满足 过年吃年猪 日子越过越红火 看好我们这个东北的大家庭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 这才是真正的 大的家 老友齐上镇 收获无数战利品 哇 真的很多 品种多 个头也特别特别大 情意绵绵肉 甜到人的心坎里 来吧 吃一块的了 好不好吃 好吃 就是今天晚上想吃 所以就满意满了 家乡味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弥漫在房前屋后 也藏于田野之间 对于远离故土的游子 家乡或许褪去了昔日的模样 甚至与记忆中的景象渐行渐远 但家永远是家 就像家乡味道给人留下的印记 不会因时空的变换而消失